中文字幕 李宗盛 《文字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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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預料 2016年的時候會拿到資格 所以我對自己也非常嚇一跳 其實那時候的心理狀況 也沒有說比現在好很多 因為我當時的心理狀況 其實 還是有很大的進步攻堅 所以對於比賽的壓力 我在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去解決 然後也不知道 可能會一直讓自己 在那種壓力的情況裡面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 我可能沒辦法可以釋放 就是發揮出來這樣子 可是現在跟以前相較起來 我反而覺得現在好很多 就是比較不會給自己許多壓力這樣子 就是大抖爭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 壓力很大 對 可是 因為我老師也是有跟我聊 他其實也看得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因為 對領域奧運的國手 然後造成我可能去打國內的比賽 都發揮不太出來 對啊 可能也不是別人一起想的那樣子 因為人家可能會想說 人家對你的第一印象 你是奧運國手 可能很快就結束了 可是往往自己表現出來 並不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給自己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 我覺得近幾年自己的心理狀態上 跟之前相比起來 其實我已經有很大的提升 主要是因為 體重有改變 那相對的選手 比賽的對手一定也會有些改變 對 那在戰術上 一定會有些落差 對 所以就是近幾年 就是再往這個方向 去做訓練上的規劃 對 那因為我的對手 可能相對的也會 比之前還要高很多 那 就是 在我自己的攻擊上 就是 那種 攻擊性 要變得特別強烈 對 你應該知道我跟哈薩克比那場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當下覺得我是贏的 所以 我那時候其實很難過 所以 我那時候其實很難過 不要抱 不要抱一半 跳起來 跳起來 加油 跳起來 移動 對 站好移動 對 腳步跳起來 很好 跳起來 跳起來 30秒 加油 我記得我那時候 賽後的時候 跟老師講 因為我們都 因為教練跟我都認定 覺得我是贏的 對 但是我跟教練講說 教練 不要怪裁判 我們回去繼續加強自己 所以教練那時候覺得 我的心力 比以前更成熟許多 對 反而是沒有讓自己 在一個很絕望的 那個地步 對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調整很快 因為我經過了 離岳奧運 就是那一段的風波之後 所以我覺得在亞運之後 這一點我就是恢復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還好 因為一樣就是 往下一個目標就去努力這樣子 其實還蠻難過的是 沒有拿到什麼國際成績吧 對啊 其實這個是比較難 也是一個比較難過的地方 對啊 像一些重要的賽事啊 亞警賽 市警賽 如果我在奧運上至少 最好最好最好 就是拿一個前三名 那 少說至少要打贏兩場吧 對我來說 對啊 因為你在之後的亞運 才會 才會一定有一個 確定的 確定的那個什麼 那個 獎牌啊 對啊 至少要贏兩場 對啊 這是一個目標 然後最好就是前三 對 我覺得運動員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靠自己去方轉你的人生 其實在體育 體育這個圈子也是一樣 對吧 你還是 就是 要靠自己 你才會 有更多的人幫助你嘛 對啊 那最後你才會越來越好 對吧 你會再到達到 你會再往 你會再往